7名西醫被指濫發免針子 醫務衛生局原定宣布涉及的2萬多張針子明日起失效 長洲複核王、郭卓堅上週五入稟高等法院 挑戰政府廢除2萬多張被指濫發免針子的決定 法官今天決定排期在下週四進行聆訊 並頒布臨時暫緩廢免針子的決定 直至司法覆核程序完結為止 郭卓堅離開高院時歡迎法庭的決定 這個禁制令就說他不可以執行這個決定 因為這個是很明顯的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很明顯那7個醫生所發出來的針子 他是未審先判 萬一法庭判那7個是無罪呢? 那些針子又無效呢? 那誰會賠償呢?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不合理 代表政府的律師在庭上說 多個有提供其他選項給有需要的市民 例如持有相關面針子 身體狀況需要獲得醫學豁免的市民 可以去到醫管局局下的普通科門診諮詢意見 費用全面相信有需要的市民 不難再經其他醫生取得免針子 法官高浩問聽到雙方的陳詞之後 押後到今個月的20號再審 指由於期間時間不長 所以就頒下臨時禁制令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